炎炎夏日吃的最多的就是两瓣黄瓜啦 荷罗伦第一步就做错啦 难怪不好吃 今天就来给你分享大厨的正确做法 清脆爽口开胃又解腻 请先把旁边的小红星点亮支持一下 感谢大家 想要菜好吃 选材也很重要 手选新鲜表皮带刺的黄瓜 这样更脆嫩 直接放到一盆清水里 加入一勺食盐来杀菌消毒 两勺面粉来吸附表面的杂质和农药残留 下手紫紫细细的搓洗干净 把黄瓜的每一处都要搓到 小时候吃黄瓜都是从菜园里摘了 直接就吃 脆甜脆甜的 根本就不需要洗 现在的食品安全没有小时候那么纯粹啦 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清洗干净哦 再换多两次清水 把上面的盐和面粉残留颗粒都洗干净 这回就可以放心的使用啦 把黄瓜放在案板上 先把头尾给切掉不要 用菜刀在黄瓜上拍一拍 不要直接切哦 拍过之后的黄瓜吃起来会更加的入味 口感也会很好 再切分成三公分左右的黄瓜段 来看一下这样的切面不规则能够更好的吸收调味料 所以说为什么拍黄瓜比切的黄瓜吃起来更加好吃入味啦 把拍好的黄瓜放到大盆里装着好操作 很多人腌黄瓜第一步就是放盐来腌 其实就错啦 盐能够刷出黄瓜里大量的水分 口感不够脆 并且会影响后面的调味用量 这里用糖来腌制才是最正确的 不仅可以保持黄瓜脆爽的口感 还能使黄瓜更易吸收调味料吃着更入味 加两勺白糖 拌匀以后放在一边腌上十分钟 趁着这个时间准备一点其他自己喜欢吃的菜 我这里准备了腐竹掰成小段 装在大碗里 泡发豆制品加点盐 加点白醋 再用大量的温水来泡 能够快速的泡软泡发开 节省时间 上面盖上一个盘子让腐竹不要浮起来 这样五分钟就能泡好 再来一把木耳放在温水里面 加一勺白糖让木耳快速吸收水分 木耳表面比较脏 需要加一勺面粉来吸附杂质 下手把白糖和面粉搅拌溶解 泡上五分钟也能够快速把木耳泡发开 现在来切料头 小米椒切成椒圈 如果不喜欢吃太辣的可以换成干辣椒 加签全部切好装在小碗里面备用 半黄瓜怎么少得了大蒜 准备几头蒜 先拍扁让蒜汁吃出更加充分 然后再剁成蒜末 凉拌菜里面加入蒜末 不仅可以让味道更香 还能起到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哦 剁成这样细小颗粒的蒜末 装到碗里面备用 昨天切好的葱花也来两勺增加香气 再来一大勺的白芝麻 再淋上热油激发出所有料头的香味 现在来调味 两勺生抽 一勺香醋 盐 鸡精 白糖 最后加入两勺我家秘制的辣椒油 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款万能料汁就调好了 放在一边备用 准备两三根的香菜洗干净以后 切成长蛋 再装在碟子里面备用 有条件的还可以准备一点油炸花生米 吃着会更香 这回来看看腐竹泡发的怎么样了 五分钟的时间变得非常的柔软 不加深 这个泡腐竹的方法非常不错哦 捞起来装碟备用 木耳泡发的速度也不细色于腐竹 几分钟的时间泡得又大朵又柔韧 下手抓洗干净 再换一盆清水冲一冲 捞出来和腐竹装一起备用 这回黄瓜腌制的时间也到了 看一下腌出了挺多水分的 加入多一点的凉白开洗一遍 洗掉上面的糖分残留 待会用料的时候才不会影响味道哦 洗锅后的黄瓜捞出来 放在漏腮沥干水分 然后倒到一个大盆中好操作 练起锅倒入清水大火烧开 水开后加入少许的盐一点点食用油 先把木耳倒进来 焯水两分钟 接着把腐竹也下进去 焯水一分钟即可 腐竹煮太久口感就会变得软烂 所以要在木耳的后面下入焯水 都焯熟后用漏腮捞起来 放在凉白开中过一遍 口感会更加的脆爽 稍微的过凉以后就可以捞出来了 稍微用手挤一挤 挤干表面的水分 这样才能更好的裹上调味料 然后倒到黄瓜盆里装在一起 调好的料汁也一起倒进来 还有花生米和香菜也别忘记啦 戴上手套 由下至上的酱搂着拌 让所有的食材和调味料都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拌匀后就好放到冰箱冷藏一个小时后吃 更加的清爽入味哦 这道美味的拌黄瓜就可以上桌享用啦 尤其是夏天快到了 没有什么胃口 来上这样一盘鲜辣的凉拌菜 别提多受欢迎啦 清脆爽口 开胃简腻 辣味适中 搭配了木耳和腐竹 口感丰富 营养又好吃 记住以后拍黄瓜不要再用盐来腌 而是用糖腌哦 你会发现真的特别美味 喜欢的一定要试一试 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请多多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